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认为已经死掉的人 他还能够把它制成火的 这个都市有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 清朝初年有一个名医 姓医 就是医国法的医 叫做医家言 家 家义的家 言 以言的言 说话的言 清朝初年有过医家言 医家言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名医 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治疗经过 他尤其针灸最有名 他平常喜欢观察这个人死过的情况 他附近有一个空屋 他那个空屋里面呢 给一般刚死的人家里没有地方放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经常到那个空屋去看看 那些放在地面上的那些棺木 死人 有一天 有一天啊 他到那个空屋里面去观察 看到刚刚放下来的一个棺材 棺材底啊 还在流血 老贵 还在流血 他就看这个血啊 很清 啊 不像死人啊 他马上就叫人找 说这个棺木是谁谁谁送来的 那么就找到 找到他附近有个人啊 有个女人生产的时候啊 突然之间休克 等于是死掉一天一夜 他的家人 因为这个人没有没有效了 孩子生不下来 结果是死掉了 就把他装在棺木里面呢 你们家里没有地方放 就送到这个空屋里面去放 刚刚送到放下来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于家人看到 那么于家人赶快叫人去找 说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说这个棺木里面的人没有死 找来了 找来了 说你这个人啊没有死啊 赶快看看 可以治疗 就把这个棺杆打开 打开之后他一看 没死 是没有死啊 不过照普通一般人的眼光看 人认为是死掉了 他马上针灸啊 就对这个妇人在胸前 扎一针 这一针再下去啊 小孩子就呱呱叫就生下来了 而这个针还没有拿起来 人就火了 就火了 而且会讲话 非常快 就一针而已 不吃药 他这个功夫啊 真是有庭院人的功夫 能把死人移成火的 那么这个问他家人为什么这个没有死掉 就哪来放在棺材里面呢 他说已经一天一夜啊 都没有动静了 脉也不动了 也没有呼吸了 那不是死掉了吗 他是这个人呢 气 浴在这个胸前的肝跟心的中间 不能通 不能通就 那个心就 心脏就停下来了 啊 所以这一针下去啊 马上心脏就通了 就是好像 呃 没有电池的这个钟 电池一放进去 马上就通 啊 所以他这一针啊 救了两个命 孩子生下来了 啊 母亲也平安了 哦 这个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 这真是神医 假如不是他看到的话 这个妇人就 吻死了 啊 那必定就死 因为如果再拖酒的话 就没有用了 啊 他只有一天一夜 所以还能够救火 啊 啊 古代 对于这个呃 生产的科 这一科的研究啊 是还不够 啊 没有像现代的这个西洋科学的研究啊 那么成就 所以啊 往往有难缠而死的人 非常可怜 所以古代的一些 做母亲的人 是很辛苦的 往往 假如发生一点小问题 把老命就送掉了 客家话 他们做工的 对这个事情 他有一句话 我不晓得讲过 所以 又福又禄 就得解架酒香 无福无禄就得四块棺材镶 听懂吗 又福又禄就得一文盖酒香 无福无禄就得四块棺材镶 棺材 假如没有福的难缠死掉了 就是四块棺材 所以这个名医啊 不得了的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 关于瑜伽眼的那个名医 还有更提妙的 不是用医药治病的 这些事情呢 那以本文没有什么关系 留到以后有机会再谈谈 那么像这种名医 不得了 世间上如果有这种名医的话 那真是要多活几个人 而且名医啊 而且名医啊 他是真正有这个义的 如果普通人 谁愿意去放死人地方的地方去看看 发现了还要把他救起来 完全是义务的 不讲究将来的报酬的 所以他纵然把人救火了 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要 他说他不是要这些东西 他说他为什么知道这个人没有死啊 他看到棺材下面流出来的血啊 鲜的 鲜的 跟活人的血是一样的 死人的血是反黑 紫色 而不流动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死 所以因此之故啊 名医救人 真是功德无量 所以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很有道理的 要往要上两位菩萨 累生历劫 都是做良医 都是像瑜伽人 这种的救人方式啊 去不晓得救了多少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良医 就是药王药上不断的化症 那么上面这一段文呢 就是说明他关于乙药方面 在卫尘上得到的这个情况 那么下文呢 是回归佛法 用佛法去观察 尘是如来 了知未性 他亲见佛 秉承奉事以诸佛 如来就是佛 他亲见所有诸佛 对于这个 一切味的性质 他寥寥分明 完全明白 知道这些味 不是空 不是有 说他空嘛 每一种药都有用途 都能救活人的生命 你说那有吗 没有十字 没有十字口的 都是因缘生发 没有尸体 非既身心 非离身心 他也不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体具备 也不是离开身心 因为这些味道 离开人的舍头 没有办法辨别 它的味道 如果就在身心上 没有这些味道 所以不是身心 也不是离开身心 分别卫阴 他这样的分别 这些味道的 这个阴种 一一了之 从事开悟 他从此提悟道佛法 由卫阴而提悟道佛法 蒙佛如来 因我昆迹药王药上 二不三明 他本来不是这个名字 因为他专用 治疗众生 身心二病的功夫 由此开悟 那么陈蒙佛 印证他兄弟两个人 昆迹就是兄弟 他兄弟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叫做 大的叫做药王 小的叫做药上 叫做药王药上二不三明 经营会中为法王子 现在在楞言会上 他为菩萨 佛讲楞言经 他都在座在听 因为绝名 魏灯菩萨 因为发明这个魏尘 魏尘里面 发生他的觉悟的境界 开发他的本有的志明 就是本有的智慧光明 开发出来 那么由此破无名 正法身 魏灯菩萨 登上菩萨的位置 成为一位菩萨 那么这是经过 有研究药方 慢慢提振到佛法的 这个因缘三法 当体极空的这个道理 由此体证 菩萨的果微 所以无名断除了 那么法身显现 就是无名分分泡 法身分分正 由此为登菩萨 佛问缘通 如我所证 魏灯为上 佛问 我们怎么证缘通吗 现在我听证的 就是由魏尘之音 而证到缘通 那么我觉得魏灯 是罪上的方法 这是魏尘缘通 第五 初音缘通 就是六成尽中 第五个 是身相未处 把陀佛罗 并其同伴 十六开示 即从做起 顶礼佛祖 而白佛言 我的先以魏尹王佛 文法出家 一遇生时 随力入师 服务水阴 既不洗尘 亦不洗体 中间安然 都无所有 熟悉无望 乃至今时 从佛出家 令得无血 彼佛名我 巴陀佛罗 妙处宣明 成佛子住 佛问 缘通 如我所证 出现为上 这是六成当中的 第五 初成 以沉浸接触 由此体悟 这个 促成的 这个用意 由此啊 发明 这个无血之礼 而清正圣国 这个由促成 而正远通 这位菩萨 这位菩萨 叫做 巴陀 波罗 巴陀 波罗 印度化 翻成 中国话 叫做 贤手 或者叫做 贤富 一般翻成 贤富的 比较多 就是 贤富 有些 有些经 叫做 十六正式 正式 就是菩萨 可能 这位 巴陀 波罗 贤富 正师 他 共同 修学的 这个同伴 有十六位 所以 叫做 十六 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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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菩萨 开导众生 去向 无上菩提之事 那么 巴陀 波罗 为首 贤富 为首